不管大公司小公司 还是要回归到 他工作内容到底做什么 我相信在小公司的 行政的人员里面 说不定也有做到非常复杂的 因为这就每一家公司 制度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有时候 不是大小公司的问题 而是这个职务本身 他的范畴 他的工作内容的深浅度 而是这个在我们面谈的时候 可能要深聊 主管您这边可不可以 介绍一下工作内容 可能我的绩效KPI 会怎么样被要求 这时候你就会知道 这件事情要做到深浅度 职业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我们这一集来到了 粉丝巧碗的单元 那这位粉丝朋友 他是在104职业诊所的网站上 问了这个问题 小公司身兼多职 真的能够学比较多吗 大公司会不会不承认 这种小公司的工作经验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她是104人力银行 人力资源处的协理 江景华 Sherry来担任今天来宾 哈喽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erry 我大家其实在HR人力资源的职业上 应该有十几二十多年了 然后目前呢 除了在104担任人力资源处的协理 同时也是中华人力资源协会的理事 也有担任讲师 那目前也有职业资商引导师的资格等等 真的 你说超过20年的HR经验 那过去 在104现在待多久 也超过十年了 所以有一半的职业都在104 那再往前的10年呢 在哪些产业当HR呢 好 有在电信业 也有在制造业 也有在食品业 所以都是不同的产业领域这样子 但是就是做HR对不对 也不完全是纯HR 除了HR的工作 也有在某间公司同时担任过顾问 去外部服务客户 对 去协助一些人资的专案等等这样子的 那本身的学历背景也是念HR人资所是不是 其实念了7年 就是的气管之后 应该是说 7年的气管 因为我是专科跟二纪 是是 念了7年的气管 然后再念两年的人资所 所以总共就是气管加人资的背景 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人资朋友 是是 好 那今天跟这个Sherry跟我一起来聊的呢 是我们的客座主持人Terry 哈喽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Terry 好哦 这一题的题目啊 其实是Terry帮听众朋友们选的 好那我现在来补充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背景 那问的朋友 呃26到30岁 主要是在纸制品的这个制造业做行政总务 好 Sherry其实是HR朋友其实所接触到的面向 当然也有cover到行政总务的这一块 好那这位朋友他是在纸类的厂商 制造商做行政的工作 诶这是他第一份工作 因为公司的编制比较小 所以呢他会接触到蛮多的工作面向 呃比较累 那他这个是校成宝被凹了身兼数值 淋一份薪水 不过他因为主要是想要多接触一些不同的工作 那也想探索一下看看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也多累积一些经验 所以他就做了两年 诶第一份工作以现在年轻伙伴来讲 两年算蛮长的对不对 嗯还不错 而且他咬牙做了两年可见他有所坚持 就是知道自己要凹一下这样子 ok ok好 那他因为觉得那个在公司看起来啦 成长已经有限啦 所以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转职了 那因为在面试的时候 哇发现了认清了一些事实 因为他觉得在小公司的作业流程 感觉跟大公司的要求不太一样 他虽然很骄傲的说我身兼数值 可是好像每一个他都不精通 现在在公司会的 好像感觉不一定适用在大公司 也或者是说从大公司的角度来看我 感觉我就是一个简易版的感觉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疑惑 他想转职 应该继续在其他的小公司磨练 还是说要转往中小型 中大型 甚至是超大型的公司呢 这点Sherry怎么看呢 其实我认为啊 如果他真的要转职哦 他不要设限只看某一种形态的这个公司 他可能小型的野头 中小型的野头 大型的野头 他都去尝试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有机会找到 相对比较大规模的公司 那因为他过往已经都是小公司的历练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优先朝这样子的大公司 或中小型公司去选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不要这么设限 说我一定只能找什么形态的公司 那还有就是要回归到 因为不管大公司小公司哦 还是要回归到他工作内容到底做什么 我相信在小公司的行政的人员里面 说不定也有做到非常复杂的哦 因为这就每一家公司制度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有时候不是大小公司的问题 而是这个职务本身 他的范畴 他的工作内容的深浅度 而是这个在我们面谈的时候可能要深聊 那面谈怎么深聊这件事情 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 常常就是会说 哎那主管您这边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工作内容 除了这样问之外 甚至其实可以多问说 哎那可不可以再跟我说明一下 那我这一个工作可能我的绩效KPI 会怎么样被要求 这时候你就会知道 哎这件事情要做到的深浅度 譬如说我们在讲说是行政人员好了 那他可能要负责的就是一些总务的 或者是行政事务的采购好了 哎通行主管只会告诉你说 哎你要负责做采购哟 还是说你当他问了这个你的绩效KPI 他会告诉你说 哦我们这个总务行政的采购啊 每年呢我们都要开发新的厂商五家 以及这个成本要节省10% 所以呢你的这个KPI 不是只是把事情做完 你还要达到这些指标 哎那各位可以想象刚提到的 你只是要做总务采购 跟你被要求要开发新的厂商 跟要有10%的这个成本的节省 哎这两者之间 他谈到这个KPI 你就会知道 哦这家公司 其实我要做的这件事情 虽然是总务行政 可是好像有点难度哎 不是这么单纯哎 所以我会认为说 其实你要比较了解 到底不管是小公司大公司 你被要求这件事情做到的程度是什么 那如果是小公司中大型 或是呃大规模公司 他们各有什么样的优劣事 那我们如果是真的要去做评估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 可能是去谈可能KPI啊 绩效等等的话 我们要去怎样做评估 就是说他们的一些优劣事 那对于自己的一些帮助这样 在不管你在看哪一家公司之前 你怎么让透过你现在可以找到的资讯 去了解这家公司 包含这家公司 他的过去的一些经营的历史啊 或者他现有的产品啦 还有他公司的一些制度的资讯 因为这个都会影响这家公司 提供给员工的 不管是工作内容 学习机会 甚至所谓的薪酬福利 所以你一定要先支笔嘛 我们所谓的知己支笔 你要先支笔 你要了解这家公司 在这一些购面上面的资讯 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比较了 那其实会有一些小公司 我讲我以人资做训练的同事来看好了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职务当一个比例 他可能今天找的一个小公司 他是一个办训顾问公司 他人数一定少 可是他说不定办训的深度很深啊 因为他是一个培训的顾问公司 那如果他今天到一个大公司的企业的 做一个培训的这个角色 一样是培训的角色 在大公司又分工非常的细 你到底是做哪一段培训 你是在做培训的行政 还是在做培训的规划 还是做年度训练的计划 其实都不太一样 所以职务内容本身 你是不是能够掌握得非常清楚 这个可能在跟你做挑选工作 会有很大的关系 像这位求职者 他真的如果是要从小公司跳到大公司 那他发现就是说 像刚刚Sherry提到的 他可能他的采购值 他可能开始有KPI 他不是只要做采购就好 他可能就是说 他要开发5000的公司 那可能他的这个成本要节省10%的话 他发现他的深度要变深的话 那他的一些工作模式 或是心态上 或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调试 会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比较大的不同是 你不是只是做事而已 你还要做出成果成绩 这个成绩是要看得到的 所以呢 我觉得心态上的不同是 你要更以结果为导向 那还有这中间 虽然我们以结果导向 可是你中间展现出来的行为是什么 其实以刚刚这个例子啊 我觉得他是在强调他过去在小公司 做过什么工作内容 还是他在强调说 即便他是一个小公司 可是他的工作是有一些难度的 我还是要解决某些问题 譬如说我需要去想办法成本去节省 也就是说你应该强调一些行为 那这个解决问题 不管在大公司小公司可能都需要 所以当他如果强调是在于 他做过这件事情之后 他所得到的这些能力 远比他做这个工作本身来得更有价值 所以如果他比较能够凸显这些的话 或许他就不会在意 他是一个小公司的总务行政了 刚Sherry其实讲得很好 就是公司规模不是唯一的考量啦 甚至我觉得不管他要去哪里面试 他都要先有心理准备 他过去的这段时间 到底为公司开发了多少新的供应商 就算对方没有要求 他其实也应该要自我盘点 他也应该要看说公司请你买个卫生纸 不是去哪个卖场或是网购 定一下这个流程 而是说这个为我的公司 带来多少的成本的下降 对 一架之后 对 他只要先有这个心理准备 不管你是去大公司小公司 你都要有这个盘点 你再去做转职这件事情 那还有就是我们过去有一个数字 我们就发现国力鼎大的学生台诚 清养交 正常的情况下大家都还是喜欢到所谓大公司 但是我们发现某一个族群来讲 他其实在这个时刻他也偏好小公司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小公司比较 组织比较弹性 他不用在这么大规模的公司组织里面 慢慢的去 有一些爬压爬压 或是行政作业比较冗长 真的 公公婆婆一大堆 这里要请义 那里要请义的 这个就是当然也牵涉到 他是哪一个职务的角色 如果是创新研发 或者是他想要找一些些被看见 也许在小规模的公司 是有这样子的机会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Sherry 也非常谢谢Terry 来担任今天的来宾跟客座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心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咯